可能你拿到你的窗戶 昨天是畢業營嗎 昨天是last day 前幾天是畢業營 畢業營是否很不捨得 是非常不捨得 因為這是一個三日兩的畢業營 其實我一想起那個場景都會有一點觸動的感覺 因為那天第一天晚上就是一個星康 我都放了一些片 和同學一起合唱 都已經覺得很深的回憶 但我覺得最深刻的就是第二天的晚會 那天的晚會有些同學上台 說一些心底內心的說話 他們讀了12年 因為這間學校是中小學 拼在一起 但我自己是由小五才拆進去這間學校 所以對我來說是八年 這夜晚讓我知道了很多 平時不是太說話的同學的一些內心的想法 而我覺得是很特別 而且大家真的全級 差不多全部人都哭了 就是我自己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那個小組就是說 我中三中四參加星夢全期比賽的時候 雖然大家表面上好像看起來好像很風光 但其實在背後我有很多不開心的東西 就是譬如在學校 我真的好像跟學校脫離了一種關係 就是很多學校的活動都參加不了 然後就是覺得很可惜 那個時候好像就少了很多校園的生活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特別的不開心 然後其實當時回到學 我自己都覺得好像很脫離 因為同學說的那些八卦的東西 我一個都不知道 然後 然後 但是很多活動我都後悔沒有參加到 就是因為比賽其實 跟學業真的很難兼顧 那時候好像沒有什麼朋友 因為經常小色都是可能趴在自己的位置 大家覺得我很高難不敢接近 但是很感恩的就是我覺得我中五五中六 終於可以多一點時間參加學校的活動 我參加了一些星康 譬如大家看我唱摩迪都是學校的一些表演 或者陸運會參加了啦啦隊 我覺得都是一些很難忘的回憶 都很初點參加了 不久了 就是我一講到會哭 昨天的晚會就哭了 在說這些話的時候 有沒有紙巾啊?早晨 是嗎? 謝謝 是 你可以再問一次嗎? 最好的朋友 就是最好的朋友都是同學 是 沒錯 因為我覺得 譬如我 可能中一的時候 我認識到一群朋友 在中三中四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太忙 然後 忽略了他們就可能比較冷戰 所以 幸好在中五的時候 都可以再回來一起 然後真的多了很多不同級的朋友 因為我參加了更多的社會活動 去跟他們見面 而且認識多了很多新的朋友 所以 今天的生日 我的 private account 都收到很多同學的祝福 因為之前 中三中四的時候 沒有任何同學跟我說 生日法落 但是 很開心我自己 可以參加多了活動 和融入到校園 所以 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和在晚會的時候 說這些才會覺得特別感動 和 很深刻 如果選擇同一科也有機會再遇 有些朋友 我覺得難過的地方 在昨天 最後一天的時候 特別畢業營的時候 我就想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譬如 譬如不同級的一些朋友 他們還在讀書 但是 雖然說很想保持聯絡 但是 可能之後出了大學 大家不是在同一間學校 大家說的八卦都已經不同了 我說得好像自己很八卦 其實我不是很八卦 其實我都幾八卦 但是 就是說的東西都不同了 我怕大家就 很難 去到一個思維上面 雖然可能 我們都可以還約出來玩 但是可能時間真的會少了很多 但是我跟他們說了 當你們 是你們的last day的時候 我都一定會出現在學校 抱著你們一起哭